先講一些疫情或者流感 關於大眾傳播的病毒或者疫情的消息 其實大家對於新冠疫苗 或者新冠病毒 或者季節性流感 這一類的防禦 好像是大家開始掉以輕心 我現在出家看到 都比較少人戴口罩 但是看有些數字公佈 其實流感 或者新冠疫情是有少少惡化的跡象 給大家看看數字 首先看看世衛總幹事譚德塞 譚德塞在1月10日 在記者會上說 他說 加其人群聚集 JN1變2G的因素導致新冠病毒在去年12月 全球加速蔓延 全世界 世衛組織十二月份 十二月份收到的新冠死亡病例報告都有1萬宗 去年12月 全世界因為新冠病例而死亡 都有1萬人 其實都堅持著有人因此而死亡 當然是比較高危的 就是長期病患者和老年人 另外 譚德塞就說 跟11月比較 感染新冠病毒的住院患者 是增加了62% 即是去年12月 明顯比去年11月嚴重的 即是很明顯 新冠病毒仍然是傳播中 和仍然是變異當中 和仍然是 譬如去年12月 全世界有1萬人因此死亡 譚德塞補充說 其實呢 他認為新冠病毒的死亡人數 其實是可以預防的 如果一個可以預防的疫情 而每個月 還有1萬人在全世界因此而死 他說這個不可以接受 因為這個絕對是可以預防 所以他覺得 再重新呼籲 既然看回數據 過去一個月是越來越嚴重 他也說 希望大家真的要再打新冠疫苗 還有一些數據顯示 去年12月全球報告 新增加的新冠病例是有多少宗呢 單單12月有85萬宗病例增加 11萬8千宗需要住院 不驚不覺 現在很多傳媒都已經不太顧到新冠疫情了 因為大部分人 應該說發達國家 大部分人都打過疫苗 可能是三次 四次 而新冠疫苗的病毒呢 也都可以說 就算你現在中招了的話 那個病情也不會太嚴重 而且那個病毒的殺傷力也越來越淡化了 經過不斷的變異之後 所以大家就會有些調以輕心 但是如果看回世衛組織這個數據 原來上個月全球都有一萬人因此而死亡 其實大家就真的不要說就此放鬆 因為現在那個是冬季 冬季是流感期 現在專家們就擔心 其實新冠疫情都其實還是在那裡 病毒還在變異著 另外加上冬季的流感期 其實兩者一起是攻擊一些身體比較弱 或者是年紀比較大 或者有長期病患者的潛在病人 所以兩者一起攻擊的話 其實中招的機會是大的 再看看其他國家的一些數字 美國和一些歐洲國家最近 這幾個星期也有報告說 呼吸道病患者住卷人數是不斷增加 一些地區的老年人的死亡率也上升 那有些國家譬如西班牙 就已經宣佈說 你進去醫療機構一定要戴口罩 那美國一些醫院也要求 進來就要戴口罩 就是醫院始終是一個高危的感染地方 那就是 另外有些消息也說 譬如中國來說 新冠疫苗最近的供應出現過剩 所以科興近日就已經停產了 康熙樂也關閉上海的新冠疫苗 萬泰生物也終止了被噴疫苗的生產 大家就會問 現在世衛的數字公佈 上個月全球的病情 即是新冠疫情的病情 其實也不是改善的 不是說改善得很厲害 上個月還有一萬人在全世界死亡 那為什麼這些疫苗的廠商會停產呢 其實是要這樣看的 因為這些廠商所生產的疫苗 其實是針對一些是之前的新冠疫苗 但是現在其實不斷變種之後 現在那個病毒株已經不同了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科興 他們停產 康熙樂停產 那些舊的疫苗就不用太擔心 因為現在譬如說 世衛或者就算是香港的醫務衛生局 他們也呼籲 其實如果大家真的去打這個新冠疫苗 再打這個疫苗 我們是打另外一種的 這個新一代的 就含這個XBB抗原組份的疫苗 這個保護力是比較強的 所以都建議大家 如果大家說 去年前我打了新冠疫苗三四次 有些人打科興 有些人打復必泰 其實到現在 如果你應該跟上一次打 可能會隔了超過半年 或者你也要想一想 就是你應該打一劑 就是XBB變異株抗原成分的疫苗 那這個抵抗力應該是比較強一點 應該的保護性比較強 所以這個也是有這樣的建議出來 另外就看看香港和澳門的情況 都有些數據可以跟大家討論一下 這幅圖是講新加坡的 新加坡的新冠病例激增 外出戴口罩人數也增加 其實都可以說 如果現在大家看到的數據是開始嚴重 加上冬季流感高峰 其實都真的要寧真想想 去多人的地方 或者去室內密封的地方 比如說公共交通工具 比如巴士裡面 或者你搭電梯 或者你醫院也不用說 這些密封的地方 或者人多的地方 其實最好都是戴口罩 穩妥一點 香港特區政府的醫務衛生局局長 盧崇茂 昨天就說了 香港已經進入冬季呼吸道病毒流感高峰期 預料是會持續到2月尾和3月的 都還有一段日子 數據顯示 香港流感病毒陽性百分比 升至超越基線水平的11.7% 而那個病毒就是H3甲型流感為主 另外新冠病毒 剛才說了新冠 除了流感之外 我們都是擔心新冠病毒 感染人數也有所增長 在過去一個星期 香港是有538人檢測的時候 呈陽性 不過就這樣說 雖然香港公立醫院和私人診所求診人數 是升了的 而且後診來求診的市民 很多是長者和兒童 不過香港西醫工會會長梁漢輝就說 現在流感和新冠病毒夾擊香港 部分首次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 症狀很幸運 都不是太嚴重 甚至跟流感相比更加輕微 而至於確診流感的患者 症狀就會多些 包括發高燒 和周身骨痛等等的症狀 至於香港大學的兒童及青少年科 名譽臨床副教授關日華說 近日兒童感染流感人數日益增多 主要是甲型流感 但多數是三歲以下幼童 他說兒童一旦感染流感 有可能出現抽筋或併發肺炎、氣管炎 甚至會細菌性或計法性感染肺炎鏈球菌 或者甲型鏈球菌 所以他警告 流感病發急性腦炎 可能對兒童腦暴 造成永久損害 甚至引致死亡 呼籲家長盡快帶子女 接種流感疫苗 所以聽一聽專家說完之後 如果大家不擔心新冠病毒 因為新冠病毒 首先侵略性是越來越低 變成了這麼多次之後 另外現在有一個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XBB 如果你打了之後 保護性更加強 但現在就更加要我們 不能掉以輕心 就是冬季現在的流感 因為流感的症狀 更加比新冠病毒 症狀更加多更加大 還有剛才說過關日華教授說 如果兒童中招 特別是三歲以下幼童 真的有機會有病發症 所以家長必須要很緊張 盡快帶子女接種流感疫苗 流感疫苗不是新冠疫苗 新冠也最好接種 幼童我不知了 成年人或者老年人 長期病患者 最好接種了XBB 而兒童 只要應付冬季流感 特別是兒童 最好更加盡快接種流感疫苗 好 我們看看澳門那邊的情況 澳門其實 他弄了一些圖 都可以給大家參考的 首先說說澳門的情況 澳門去年2023至2024 接種了16萬1千劑的流感疫苗 院舍的接種率超過九成 幼兒院和小學接種率是接近八成 其實也很高 不過三歲以下兒童和65歲以上人 接種率是接近五成 一直都在說流感疫苗 至於新冠疫苗 澳門也是一樣 提供XBB 就是所謂XBB 大價MRNA的新冠疫苗 最好這兩種疫苗都盡快可以接種 澳門出了一個叫做預防流感要學的九色 香港都是正確的 如果澳門也公佈了 第一 每年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 及時接種建議新冠疫苗 最好流感和新冠疫苗 最好 第二 睡眠充足飲食均衡 勤做運動 勤做運動 飲食均衡 没有打黑痴或咳嗽,用纸巾掩住口鼻 没有纸巾,用手沾掩住口鼻 不要用手掌,然后尽快洗手 这个建议挺好的 不要用手掌掩鼻 因为手掌有疤,手指之间有疤 你咳嗽或打黑痴,如果真的中了一招 你的病毒依然可以在手掩上噴出来 他意思是用手掌掩住口鼻就好些了 这个也是挺好的建议 另外还有五招 保持空气流通及良好环境卫生 避免前往人多地方需要前往 如果需要前往就要建议戴口罩 凡有感冒病症需要照顾病人及进入医院就要戴口罩 若有不适及时就诊如有外游史,应该主动告知医生 外游应密切留意目的地的传染病情况 和相关部门的资讯 后理安排行程及注意卫生回澳门后 做好自我健康监测 这些步骤对于香港也很合用 特别是 比如有些朋友去泰国玩 玩完之后都回来 两个朋友都立即中了新冠病毒 他还没中过之前 在泰国回来就立即中了 所以有些地区 其实新冠病毒可能都很严重 所以大家如果有疫苗就尽量 尽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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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就讲第二个题目 第二个题目就是讲一个有趣的事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 什么事呢? 好,最近我都好像Thomas那样 我都比较喜欢去深圳 中山,Thomas比较喜欢去中山 我最近都去中山一游 坐朋友的车 吃完糖水 打算去拿车 这辆车就拍在路边的正常的L位 我们叫L位 L位是用尾移进一排排 马路两边都有L位 拍了两排车 我朋友的车是其中一架 打算吃完糖水拿车 回酒店 怎料前面有一架车 大无私仰地拦住我们的车头 通常我看到这些情况 如果我以前会怎样做呢? 就是我以前试过在中国 某某些城市 类似遇到这样的情况 通常那辆车塞住你 它就会松开手掣 那你进去就把车推前一点 或者推后一点 那你车就会出来了 是吧? 就是阻挡了人 它是刻意地阻挡了人 因为它没有位置拍 那我拦住你 你来到你就把车推前一点 如果你松开手掣 推车是不难的 那我尝试试试推 推不动 原来它 拉了它弄了个P掣 推不动那怎么办? 没办法 有没有留电话 通常留电话在车头 叫你打给它 叫它开车 就是如果香港呢? 就很正常的 就会遇到这些事情 通常都会留个电话 你打电话去 可能在附近 只是下来开车 又没有啊 好了 那怎么办呢? 那立刻走到附近的店铺 问一问 知不知道这架车是哪个位置? 怎么会拼在那里 阻止我们的车出呢? 有没有办法呢? 那店铺的人就说 不知道是哪个位置 不过 很简单而已 我一教你去微信 去你的聊天室 接着输入这个1142车 1142车 移动车的2 那我就照输入 1142车 接着呢? 输入了之后呢? 他就出现了这个画面 那商店的人就教我了 上方很容易的 你呢 你就把这架 阻止你的车的车牌 输入在第一个位置 然后呢 把这架车牌的颜色 是什么底的? 是蓝色底的 蓝色底的 你就输入蓝色 那移车的原因呢 他已经有了 阻碍他人通行 移车位置 很容易 你立刻按右边这个按钮 因为我当时是用微信 分享到微信当时的位置 我不再需要输入真正的文字的位置 我按一下这个按钮 就自动 这个1142车 会知道我的位置在哪里 接着呢? 联系方式 就输入我的手机电话 接着呢? 最后联系人 就输入我的名字 譬如我是上方 我写上方 好了 接着呢 就按这个 阅读同意隐私政策 最后就很简单了 一键移车 你一按这个键 就会发了信息出去 发了信息出去 原来呢? 我不知道这个信息去哪里了 但这个信息应该是去一些 和政府部门 有车主 姓名 和联络方法的 官方部门 那就自动 他收到我这个信息之后 他自动会发一个信息 给车主 哈 都不用等很久 一分钟之后呢 车主就立刻在楼上冲下来 就开了一架车 哈 Thomas听过这个114E车 我真的第一次 我一大乡来 原来呢 中山的商店的人说 哎呀其实 这样的114E车 这样的 微信小程式呢 很普遍的啦 我们有人 谁塞了我们的车呢 上一上去 输入资料呢 接着呢 就会 上面 不知道上面哪里 就会通知车主来开车的啦 哈 我又是做了一次大乡来 又见识下 又见识到 原来有一个这样的 114E车 那样东西 所以今早都和大家聊一聊 其实呢 就是这么说 我每一次呢 去中国 去玩也好 吃东西也好 打球也好 以前出差也好 基本上呢 每一次去到呢 都有进步 那这次呢 又令我大开眼界了 就是我又 我又 掌知识啦 那样 大家好 巴士的步 除了在YouTube 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 石楼台 都有片看 有网友说 想订阅石楼台 看独家内容 但是不是很知道 网上订阅怎样做 我们特别安排了客户服务热线 如果有关于订阅 或者是使用问题 欢迎你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610-3800 3610-3800 或者是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十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比较少说的 中国新闻时事分析 另外石楼台独家发布的 《鹿羽人金融hi-t》 财经节目 已经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视频之外 你还可以在石楼台 看鹿羽人的文字版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的步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